CCTV5直播 中国女族决战中国台北 王霜亮剑 水星霞 目标冠军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溜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族的体谜 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族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来说中国女族正在参加本次的东亚威比赛 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的两点半中对电第一个对手中国台北队 中国女族决战中国台北呢 战场比赛CTTV5将会进行直播中国女族VS中国台北 虽然说目前来说中国台北整理势力偏弱 作为中国女族来说 我们暂时期待能够在本次比赛中获得冠军 因为在之前亚洲威的比赛中 中国女族是击败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可以说让所有的丘尼是热血沸腾 随着中国女族正式的开启现在周期 我们将会迎来第一个东亚威的对手 中国台北队 作为水星侠来说 她也是目标获得冠军 因为目前来看 中国女族在水星侠制的一个条件下 整体来说非常稳定 我们的几个主力球员的默契程度也在提高 作为中国女族来说 可以说本次比赛是一个时间时 我们得到亚洲冠军之后呢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比赛 通过本次的比赛可以检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成果 作为王霜来说 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王霜 可以说是正式亮剑吧 我们希望呢 本次的女族比赛 在王霜的一个带领下 能够带领中国女族输获三年胜 获得本次的冠军吧 因为通过整体的实力来看 本次的比赛竞争力还是比较激烈的 包括还有日本队 韩国队 所以说本次中国女族确实需要 拿出百分之百的一个水平 争取能够击败队数 获得冠军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族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取物 下期再聊